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这里是机灵卫视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我是陆瑶 每个星期二 星期三的晚上 9点05分 大家都可以打开电视机 收看我们的节目 平时呢 你也可以用手机 打开短视频平台 搜索机灵卫视 好久不见 看一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 和喜欢我们的800万网友 我们一起边看边聊 收获感动 之前我们接到了一通热线电话 打电话的人叫孙雪芹 来自安徽省宿州市荡山县 在电话里 他恳求我们帮他找到三姐孙霞 说三姐已经六年没有回家了 他们全家都很担心三姐的安危 三姐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 走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到热线电话后 我和同事们马上赶往安徽了解情况 姐 之前在那个微信上 一直沟通过 这个是你家不 是是是 那门口的大娘是什么人呢 门口的老人 是孙雪芹的母亲 今年已经89岁 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 母亲最大的牵挂 就是家里的七个儿女 六年前 孙雪芹的三姐失联后 母亲总是心事重重 因为种种猜测和担忧 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平时母亲总是坐在门口 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期待着三姐会突然出现 整天天自己坐在门口 把门口往路上往 我想可能你看她表情我就知道 想我三姐来用 走走走一天走几趟 可能她年纪也大了 九十了 是 走走走 把门口做门口呢 坐到后边了 一堆 就一下腰受伤了 本来也都还挺好的 本来都挺好的 本来 自己还能照顾自己 自己做法吃 这烧筋动骨一百天 肯定要休养一下 那现在其实最惦记的 就是你这个老三了 我这回 只有一个鸟 人家到八十多的闺女 都得关心 到鸟都得关心 是 他在外边 我三闺女 我都不关心 几年没在外边 我都会想你哭 整年给我挂念 给我说 给我念叨 一三年不知道怎么样了 不知道在哪里 你也不出去走走的 会说 我到哪里走 我也想走 怎么不要走 特别是这两年 妈妈年纪也大了 现在她也不知道 妈妈可能腰摔伤了 就希望能够 她回来看一眼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咱们这家人 是最心疼她的 总该给个信 我太惊艳 我哭了 我这样都没来 孙雪芹的三姐 名叫孙霞 今年55岁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 今年34岁 小儿子32岁 按理说 孙霞人到中年 应该安稳度日 她为什么会做出 这么极端的行为 离家出走呢 而在孙雪芹 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的时候 反复强调 最担心的 就是三姐的生命安全 三姐到底遭遇了什么 会让家人担心她轻生呢 一切要从三姐家的房子说起 这就是我姐的家 这个 现在都草长这么高了 几年不盖房子来都放掉了 就当年楼根本还没起来呢 就 那就没建成 因为以前的五件房子这个地方 五件房子 就是一四件一场没人住 就坏掉了房子 然后还因为给儿子建新房 老房子退掉了 就那年就打算在这盖新房子 看这个钢筋还露在外面 还有一部分 对 地基也打好了 地基都打好了 对 现在都看不见了 这里好像有一块 这 这边有一块 看 地基都打好了 草都长了 草都给蒙眼了 看不到 你看 就在这一块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三姐家只剩一片荒草 孙雪芊回忆 三姐和丈夫 在江苏打工多年 应该略有积蓄 那么 已经打好地基的房子 为什么突然停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三姐 杳无音讯呢 儿子都到了姐夫的年龄了 把这钱攒进来 都让他让我姐夫带着 回家来给小孩 给儿子建新房 是 姐夫一个人带着钱 就是这样说 一个人建房子后 我在这边他就得钱 是吧 你一个人回家就可以了 他回来以后 他在家吃毒 他不把钱给孩子盖物 想着给孩子盖物 他想着他自己 吃吃喝喝 外外还有 你看 一代责任性的不服 所以这钱就没了 房子又没盖 有盖没盖成 没盖成 第一次打扎就放着呢 连盖新房的钱 就一分都没有了 没有了 一分都没有了 没有了 他们催着有一个女孩 催着对我 我晚上印象特别好 就是 他们两个就是想结婚 他们回来讲 我们这里得都有房子 就叫我姐夫拿钱回来盖房子 结果房子也没盖成 婚事也散了 后来就没盖成 没盖成 那姐姐太糟心了 就是你看 房子房子没盖成 儿子婚事回事 我被你挡个了 因为我姐印象 这个大姐是有点大 房子没了 儿子的婚事黄了 三姐彻底失去了希望 三姐是什么时候失联的 失联前 有没有见过娘家人呢 那后来她知道这件事之后 有没有赶回来啊 我姐听说好像我姐也没回来 没回来 也气得也不想回老爷了 找不到了 这也就走了 就连怎么连一步了 他也找不到了 姐夫好儿子也都找了 都没找到 都不知道她去到哪里 直到姐夫找上门来 孙家人才知道三姐不见了 然而三姐的电话 却再也没有拨通 六年间 娘家人心急如焚 却没有三姐的一点消息 如果三姐需要帮助 为什么不联系兄弟姐妹呢 三姐不想面对丈夫 为什么连关心她的娘家人 也不愿意见呢 孙雪清和母亲 担心三姐因为心灰意冷 而做出傻事 那么三姐到底去了哪里 重逢侍者燕林的寻找 又该从哪里入手的 以重逢见人生 吉林卫视好久不见 正才行动 我是燕林 接受到孙雪芹的委托之后 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姐姐现在到底在哪呢 为什么不和家人联系呢 一心只为了儿子的她 难道就不想念两个儿子吗 我决定啊 先和孙霞的两个儿子联系一下 看看能否同他们这里获得一些线索 那儿子怎么不接电话呢 没接 我再给小儿子打一个试试 喂 您好 您好 是小田吧 我是您那位 您好 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主持人 我叫燕林 吉林卫视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你的姨呢委托到了我们 孙雪芹委托到了我们 想找你的母亲 这个事儿啊 对对对 我想问一问 你跟母亲多长时间没见了 有那一二年到现在吧 一二年年底 一二年到现在十年了 一二年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号 我来到北京 没见了 为什么去啊 当时 比较这么多事情嘛 从小到那时候二十多岁了 心比较烦 就是想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嘛 我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那种 不太爱说话的 那个关于母亲呢 你还知道什么 她后来因为 虽然说是吧 家庭条件不怎么好 但是我妈那个人比较善良嘛 她还是比较疼我的 特别疼我那种 刀刀得斗心的 然后 说是来找我 但是 来了北京之后 就没联系上 就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自己呢 现在 也逼着一股券 自己挣钱嘛 等挣到钱之后 再找她吧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当年母亲是说过 要去北京找你的 是吧 做什么呢 做家政了 她只能做家政 但是后来 也没有找你是吧 对 我母亲她脾气 有点容易走极端嘛 比如说 跟我爸她没关系 不太好 然后我妈 你小孩嘛 想妈很正常是吧 对 找她 找她就是 没法给她沟通 我妈现在就是 这个状态 就容易走极端 通 我妈就没有搞好 我妈咯 不要 我妈咯 然后我妈咯 我咯 会 希望在这里 能够获取到三姐的消息 如果三姐到了北京 为什么不跟儿子联系 她现在会在北京工作吗 你好 欢迎这边北京乐意家政王 喂 你好 您好 您这是北京乐意家政是吧 是 您好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您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员工 没有 好好好 谢谢啊 你好 家事无忧 你好 这是北京家事无忧家政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您这儿有没有一名叫孙霞的员工 孙霞 对 没有 你好 杨国家政 你好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您这儿有没有一名叫孙霞的员工 没有 哦 好好好 雁琳拨打了多家家政公司的电话 都没有三姐的任何消息 难道三姐小儿子的判断有误 还是三姐根本没有来过北京做家政工作呢 寻找仍在继续 而委托人孙雪芹在得知寻找没有结果时 更加担心三姐的安危 为什么委托人和母亲总是担心三姐会轻生呢 难道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三姐和姐夫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她在外边经常渡博 三姐夫 她还在外边吃喝 那当时我姐也关不了她也说 说了回家以后 就说 哎呀 我不去渡了 不去渡了 答应的挺好的 过了一天以后又去渡了 还喝 回家以后喝了一滥嘴 不去渡了 就说我那位 哎哟 吐的都 吐的都 我听我姐讲 吐的都臭的不得了 可能我再一次吵架中 我姐可能喝冬药了 哦 姐姐喝药了 对对对 我那次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听我妈讲的 都和我在那小镇上的 住了一个礼拜了 才跟我妈讲的 吃的 我吃的 我没接受 我吃两个 我聊了碗子 哦 太生气了 对这 我吃的 聊两天了 你再给喝 你就这样 我聊了碗子 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 三姐结婚后的第九年 从那时起 姐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导致三姐在悲愤中选择轻生 所幸因为抢救及时 身体并无大碍 既然三姐早就知道丈夫赌博 为什么一直没有选择离婚 她有没有和妹妹谈起过自己的婚姻呢 我见到她以后 我姐你咋这么喊的 你想想你 你那命要美了 我妈怎么过 你叫我们指明几个怎么过 你为了 你为了她说了一遍一遍又不该 你为了她这样做 值不值 我说你不要跟她过了 她把你比到这个非常了 你还跟她过来有什么意思呢 我姐孩子舍不得两个孩子 我想让她孩子 对我姐夫可能有点不舍吧 我想了 一方面为了孩子的成长 另一方面对丈夫还有感情 三姐最终选择原谅 后来 三姐决定和姐夫一起外出打工 再给这个家一次机会 多年来 姐夫看起来早已改掉了赌博的恶习 和三姐一起打工攒钱 没想到 就在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 悲剧再次上演 孙雪芹担心 遭遇这样的打击 三姐会再次想不开 三姐到底在哪里 一通电话 给冲锋团队带来了希望 这通电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线索呢 喂 您好 喂 请问您这是卓越家政吗 对 是的 您好 我这边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 我们是一个电视节目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好 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 您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呀 我是在就是网上找的 网络上看到的 网络上找的 对对 您看就是 我员工很多 我想想 孙霞 叫孙霞是吧 对 安徽人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孙霞 但是他从20年就离开了 你知道吧 您能跟我说一下 就是您这是一个孙霞的情况吗 我这关系孙霞呢 是17年 大概是 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我记得 就是一个人带着他 就是拉到箱子 往他到马路边去接他 不知道是不是他 您说的 是他也是安徽的 那那个 当时他有没有说 他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工作呢 他是当时 跟我说是家里头 可能是 因为家庭不幸福吧 那您有他的这个电话号吗 我看一下 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一直都是打不通的 那其他的联系方式呢 您有吗 其他的联系方式没有 就除了微信跟这个电话 别的联系方式没有了 微信人他也不说话吗 微信上之前就是有一次 就是去年吧 去年有一次说他回老家了 从来以后再也没回 就回了那一次 哦 他说他去老家了 之后 他就没说在什么事 说实话 我光知道他是安徽的具体 怎么见我都不知道 工作人员口中的孙霞 跟我们要寻找的人极为相似 刮断电话后 燕林首先拨打了孙霞的手机号码 是空号的状态 您好 又添加了孙霞的微信 但始终没有通过验证 那他会不会已经回到老家了呢 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 又能否给寻找 带来转机呢 燕林决定 再次联系孙霞的大儿子 看看能否获得新的线索 由于孙霞的大儿子在上班 不方便语音 双方添加微信后 他也跟我们谈起了妈妈的情况 妈妈跟你有联系吗 没有 我也很担心她 什么时候知道妈妈离开家的 我小姨告诉我的 是因为房子没盖成吗 对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跟女朋友分手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呗 对你和妈妈打击都很大 对 我也不想回家 我也不想面对 刚才呢 我们获得了一条寻找妈妈的线索 妈妈可能现在 已经回到老家 她会去哪呢 她回家也没地方住啊 也没跟我老家人联系 那你觉得妈妈 回老家会去哪里 应该会找个班上吧 她也得生活呀 妈妈曾经在老家 做过什么工作吗 服装厂做衣服 通过孙霞大儿子的描述 重逢团队分析 如果孙霞回了老家 因为没有住处 只能选择一个包吃包住的工厂 对她来说 很可能会去熟悉 工作流程的服装厂 顺着这条线索 燕林能找到孙霞吗 以重逢建人生 如果您也有许久未见的老友顾焦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 0431-858-18307 或者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在寻人的过程中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终于获得了新的线索 顺着这条线索 我们能找到孙霞吗 在委托人孙雪晴的回忆中 三姐从小就很善良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总是会让给自己 但是他说三姐其实也是个 很聚业的人 她的极端行为 其实有迹可逊 三姐是比你大多少岁 我三姐比我大六岁 大六岁 那是大姐姐了算是 那姐姐她性格怎么样 我觉得孩子有点外向的 是外向的 有时候我爸爸 有点事情说她吧 她不搞笑了 她就去弟弟干活 我姐姐挺轻快的 也挺轻快的 也挺轻快的 但你说这件事 也就是说 她不会说 把一些负面的情绪 跟别人说 或者马上发泄出来 可能就是喜欢压在心里 对 不是那样子 我感觉就是她用 用这个干活 把自己的这个 不高兴给表现出来 好像 她也挺轻快的 两个孩子都她自己带 而且地里弄活 她也去做 带着两个孩子去地里 带着两个孩子怎么下地呢 她把孩子放在地图上 用席子叫他们坐在上面 自己就在地里 就干自己干干的活 自己从来不舍得 给自己花一点钱 比如说女人都爱穿漂亮的衣服 还有自己给画照片 自己都没怎么买过 对 自己不舍得 不舍得打满自己 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作为女儿 姐姐 妻子 母亲 三姐总是习惯默默付出 她看似外向 却习惯把苦往肚子里咽 不愿意和别人倾诉 孙雪芹对三姐最深的印象 就是勤劳 婚后 她的勤劳 却并没有换来回报 孙雪芹和母亲 担心三姐因为无人依靠 无人开导 再次走上绝路 那么三姐的状况到底如何 雁琳能在老家找到她吗 阿姨 马良心明服装厂 是不是在这边 这个就是 是吗 谢谢您 谢谢您 咋没出来 您跟这个服装厂的人熟悉吗 熟悉呢 叫做马鬼妮 跟鬼妮去 那我跟您打听一个人 工厂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 孙霞 孙霞 叫孙霞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在这 对 我走不了了 人太多了是不是 人太多 这现在听众都有十二天了 那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儿现在 是吗 现在都没在这儿 年纪不大吧 年纪也不小了 大人不小了 那么有吧 我想打听一个人 您认不认识这个人 是叫孙霞 是不是在你们服装厂打工的 没有 没有这个人是吗 没有见过 好好好 没见过 那行 谢谢您 谢谢您 不认识这个人 你看着 不认识 再没在你这里打工 没有 我们上面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 我们天上没见过这个人 是吗 没有见过 行行行 那谢谢您 不是不是 真的没见过 好好好 那麻烦您了 好 再见 燕林走访了多家服装厂 都没有孙霞的消息 难道燕林的判断有误 孙霞根本就没有回到老家 寻找再次陷入困境 此事得知我们还没有找到三姐 孙雪清格外着急 她不敢把寻找的情况告诉母亲 怕八十九岁高龄的母亲承受不住 而燕林寻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还在继续排查当地的服装厂 希望能有一丝线索 三姐到底在不在老家荡山县呢 麻烦您一下我想找一个人 你们工厂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 这个是她的照片 有啊 是吗 哪个是 那 那个 哦 左边的这个是不是 哦 您好 您是孙霞吗 哦 我是她的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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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握个手 我们是电视台的 吉林威视好久不见栏目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是你的家人委托我们找你 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妹妹 小妹妹 哦 你吃吃吃 我去帮忙试试 哦 好好好 经过燕林的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孙霞 在看到孙霞安然无恙的那一刻 我们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而孙霞工作的地方 离孙雪芹家里只有六十多公里 那为什么不跟家人联系呢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燕林又能否解开孙霞的心结 劝她回家呢 我们也是比较冒昧地找到您啊 因为这个您的妹妹 雪芹和这个母亲 找到了我们 六年了 离开家六年了是吧 嗯 是的 当时为什么离开家呀 当时也是 我们就是 一块在那个昆山 打过一块一块两年 就是挣点钱嘛 就是给儿子 盖房子了 别来就是 我不容易 这个钱还是 我在那个昆山万福哥上门 上夜班 碰着膀子 车撞着膀子 就是赔了个钱 就是赔了个钱 这还不是挣点钱 那时候才一千多年工资 拿那么多盖房子 就这样的 比如说一天 一天吃一个 一个小饼 睡得 这一天吃一个 喝的白开水 真是试试 真是试试 有时候我就说 儿子谈个女朋友 带着女朋友 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拿着儿子 儿媳妇怀孕 当时呢 儿子怀孕 还没下来 这个钱 那个钱还没到 我说 我儿子 那我说 那我说 那个上午了 你叫他生吧 生物 咱三口就养了 到后来 人家就要财力 要钱 要房子 要财力 要房子 我说 等下这个财 钱下来 钱还没下来 他不是一批 他都分两批下来的 我问律师 我这个钱怎么还没到 他说 第一批到第二批 没几天就给你们了 我说没有啊 我到一查卡上没钱了 我又问他 他说 钱他去的 他去的 那您的这个胳膊 现在怎么样了 我现在好了 就这个地方 疲了那么长时间 连人都觉得吃重 那当时也没有 拿这个钱去治疗 没有 就靠自己 让他愈合养着 对对 到医院的 人家给 就给拿点药 拿点吃 到就回来自己养 就回来自己养 也没上来 2016年秋天 孙霞因为工伤 获得赔偿8万元钱 虽然身体受了伤 但拿到钱 孙霞的心里 松了口气 因为这8万元钱 可以解决 大儿子结婚的 燃眉之急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 却把这笔钱 挥霍一空 自此 大儿子的婚事告吹 远走他乡 这也成为了 孙霞的一块心病 特别有时候 儿子给我联系的时候 打个视频 我一看儿子 你给我联系 我说儿子 你怎么了 他说 他说妈都流 我眯眼睛了 他说眯眼睛 我心情特好难受 如果当时 没有那房子的事 现在您也抱上孙子了 那是 儿子两个儿子都三十多了 我想我怎么办 他又不管 他一门就不知道家境 我真的想过去死 真的想过去死 有时候不要死 我这半个孩子那么大了 孩子迷娘也不行 真的 我对生活 感觉就自己没有希望 怎么能啊 我一个女人 我怎么能 真的 我真的这样想 孙霞一直觉得 愧对于两个儿子 所以 他选择逃避 2020年 孙霞从北京 回到老家 就在当地 找了一个 包吃包住的工作 希望能攒点钱 将来有能力了 再去联系两个儿子 那为什么 回来了之后 又不跟家人联系呢 回来了 怎么联系 又没挣到钱 回来了 就是说老妈 那么多年纪了 给他添心事 他是在我哥家住的 我也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 就找个 我上班吧 就这样想 那您 回到老家 真的安心了吗 不安心 不安心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 我晚上睡到那 我想了 你都在想 我为什么能活到 我的人生 怎么会到这样 会走到这一步 以下午的交谈 孙霞跟燕林说出了很多自己的心事 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复杂的心情 心病 还需心药医 燕林赶紧联系了情感专家 黄小梅老师 希望能给处在崩溃边缘的孙霞 一些安慰 我感觉您心里真的是 现在是特别难过 特别的拧巴 感觉生活没有一件事是开心的 是的 我刚才说 我找个人和您聊聊天 让他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让心情好一点 好不好 我可想有人帮我了 我真的特不愧想孩子 特难受 你好老师 你好 这是黄老师 你好老师 我知道您对孩子是有份愧疚的对吗 是的 是的 这份愧疚在您心里好多年了对不对 是的 就是偷偷地哭 我就这样 因为这样我就不跟他联系了 就很少联系就这样 大姐 您有没有发现孩子很懂事啊 是 我两个孩子都很好的 但是大姐 您有没有想过孩子怎么想呀 我想 我想我孩子心里也难受 孩子又是为了求我 孩子心里除了难受以外 您觉得孩子会想什么 孩子也想着见妈妈 想着妈妈也难 不给 不在妈妈面前 想 显示出来难受 我想着是这样的 大姐 大姐 我告诉您 孩子想的是什么 两个孩子懂事 两个小孩现在想的不是妈妈有没有钱 而是妈妈身体健康 能够让妈妈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 这是孩子们的想法 你想过吗 你想过吗 没有 没有 就像曾经 曾经 咱们的父母 咱们也希望一件事 我们好好地赡养他们 对不对 您两个孩子这么懂事 真的您刚才说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难受 听到孩子这么懂事 很难得的 说明您很幸运 这个家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孩子依然这么懂事 您真的很幸运 但是您要知道 孩子们现在的想法是啥 想让妈妈健康 希望妈妈能回家 希望妈妈 可以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孙女士呢 她不愿意见自己的家人 母亲 妹妹 她觉得这些年 家人对她付出的太多了 她怕她回去 见了家人之后 家人还在继续付出 越这样 她心里面越难受 越觉得亏欠 现在就不敢面对家人 大姐 我再给您说这个问题 我知道您是一个 特别要脸的人 对不对 您一直都很要强 妈妈 妹妹 为什么对你付出呀 您想过吗 因为爱你呀 您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就像您惦记自己的孩子一样 老人家也惦记您呀 对不对 妹妹呢 一奶同胞啊 她惦记您呀 她们付出 她们高兴啊 她们心甘情愿啊 她们就希望自己的女儿好 自己的姐姐好 一家人能够团圆啊 这就是她们的想法呀 您想过吗 我知道老人家年龄很大了 对不对 对 老妈九十多了 九十多了 大姐 您多少年没有看到老人家了 有六年多了 我们不敢说 我们还能在老人家面前 进多少回笑 您懂我的意思 对吗大姐 是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 您能够勇敢地 走回到这个家庭里 让老妈妈想您几天福 我不想给妈妈欠负担 回去她见了我也是难过 然后我不想给她 给我妈欠负担 心里边乱得很 大姐 您是这么要面子的一个人啊 您是不是要面子 您这一辈子谁亏欠您 您觉得没问题 欠您的都行 您欠的受不了 对不对 是的 到了您能回报的时候了 您能够了了自己的心愿 能够让自己的心里踏实下来 让两个孩子也踏实下来 让他们知道 我妈回家了 有妈在 有家就在 对您来说也一样 老妈九十多岁了 老妈在家就在 如果咱不回家 大姐 您知道的 做女儿咱不小心了 对不对 听到黄老师提到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母亲 孙霞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六年 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在孙霞想着他们的时候 孩子和母亲 何尝不再想着他呢 比起孙霞 他们更是多了一份恐惧和担心 孙霞能够解开心结 踏上回家的路吗 没有人怪您 大家现在只希望一件事 您回家 这个家就团圆了 您不在家 这个家就是一个遗憾 就是有缺憾的 是的 回家的大姐 九十多岁的老妈妈 能够看到女儿跟女儿在一起 我们希望您的妹妹 能够找到姐姐 我们希望两个孩子 无论多大 能够有妈在身边 这就是我们大家 努力的目的 知道吗 大姐 知道 好 知道 知道 我回家看看我妈 好 我们回家好不好 回家 回家 谢谢 回家 大姐 回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加油 大姐 一定要回家 六年了 孙霞没有勇气回家 此时 孙霞终于明白 丈夫伤害了她 而她的逃避 也伤害了 真正关心她的母亲 儿子 兄弟姐妹 好不好 无论自己的婚姻问题 怎么解决 都不应该用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伤害真正爱自己的人 她决定 勇敢地面对今后的生活 第一步 就是回家 在回家途中 她用身上仅有的钱 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 没有大号 这90的 她不胖 她有年纪的 可能得穿得厚一点 母亲看到孙霞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她能原谅孙霞的不告而别吗 妈 她也不需要这鱼儿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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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你 妈 妈 妈 你回回老了 妈 我都能不能 也不接你去打了 也不能 也不能是 回了 我都想来 妈 我都没办法 我不敢回来 我不敢回来 妈 妈 你是你好吗 好吗 妈 妈也老了 你干那么多年了 都不要 我也想回来 或者我都没法面对 我一路不都 你怎么也有事 你也跟我没讲 你在这种地方 知道你的生死 知道你活得怎么样 妈你起来坐 妈妈起来 真的对不起妈 我让你担心了 你放心妈 你放心妈妈 我一路我不再做啥事了 我不能在外边 我打电话不打电话 我不会再做啥事了 我会好好的带着我两个孩子 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过 我不能再 不能再让老妈妈担心 让我准备担心了 不会没担心 你放心妈妈 我一路 你一路大了 他又有水 不太好水 别难过了 妈妈 别难过了 别难过了 把身体养好 妹妹 我特别感谢你 特别感谢你 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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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我 为担心我的节目都走我 我真的 我也听说你走我 你说我 又高兴 又激动 又难过 你知道我心里超越了 只要你平安了回来 没事 不这不那 平平安了回来都行啊 啥子让我 放进 我又 我得好好的过 好好的过 雪浓于水 亲情是永远也割不断的 在双方情绪稳定后 孙霞也给两个儿子 分别打去电话 但很可惜 因为工作原因 都没有接通 孙雪芹提议 想带着母亲和三姐 一起照张相 孙雪芹和孙霞 给母亲换上了 新买的衣服 来到了照相馆 照了她们姐妹 和母亲的第一张合影 来一二三笑一笑 三姐终于回家了 经过情感专家的疏导 她也终于明白 不能拿丈夫的错误 惩罚自己 也不能用出走 伤害家人 从今以后 她会收拾好心情 带着亲人的爱 重新出发 为自己而活 以重逢见人生 如果您也有 许久未见的老友故交 欢迎大家 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707 或者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精彩继续 我们不见不散 是什么食物 让现场嘉宾 赞不绝口 唇齿流香的感觉 一口咬下去 感觉在口腔内包让 充滴力很强 觉得特别弹牙 一咬抱着 就俩子真香 她的人生 险些被改写 在我小时候 三岁走丢了 我爷爷听到后 他就往我们家的方向去找 但是我也记不起来 我家是在哪里 她曾经是一个 爱做梦的富二代 我想象中是想着 可能毕业后不读的 家里面给买辆 好一点的车子 然后到厂里面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悠哉悠哉的 她也是负债三千万的富二代 欠了三千万 对 当时我听到这个金额的时候 我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如今 她是一年卖出 八十万袋丸子的牛丸少爷 现在一年的营业额 收入有多少呢 达到多少呢 线下的话两个多亿 线上一个多亿 时隔二十年 重逢团队能否找到他的恩人 您是村委会的吗 我是二十年前退役的老书记 现在这个人还在村里吗 平时还在村里 那我怎么能找到他去 明晚二十一点零五分 敬请收看 好久不见之 牛丸少爷的回家路